多少 82.7 我們在安靜的地方測的時候 你其實時速70也才70 可是這邊測到82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環境差了十分貝 你跟我說你這樣的東西 你可以用來開罰 我個人是覺得 我不能接受 然後我覺得最扯的是後續的糾跡 你問他 他怎麼講 他說你要申訴就去申訴 你要申訴就去申訴 講這什麼屁話 啊幹我們申訴 我們不用自己花時間花錢嗎 然後你拿了一個 就這麼明顯有問題的東西 這個就是 根本就完全環保局說了算 你這個東西救濟就是絕對有問題 你設計這樣的法規 我就說你真的 我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踢爆 一個環保署的噪音照相 其實我一年多前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這個噪音照相一定會出包 結果現在真的出包了 那我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踢爆 就是我們新竹市的這個 噪音照相科技執法 然後我們這輩車友啊 接到了這個環保署的通知 那這個通知說 他9月13的時候 在新竹市的牛浦東路616號 使用他的G6這台車 下班下午6點下班的時候 經過那邊被噪音照相拍到 標準時是86 然後你的噪音值是86.7 超過0.7分貝 那我們仔細看這個照片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有 背景噪音66.3 溫度32.3度 然後重要的是有一個風速是 每秒2.9公尺 代表他應該是環保署最新那一個 有風速劑 他之前信誓旦旦弄得非常非常大 然後還找了一大堆媒體去報導的 噪音照相指法 這個全新的一個噪音照相 為什麼會出現 原廠沒有改裝的125喔 會有噪音超標0.7的問題 我跟車友借了這個 蠻貴的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是5000塊 然後我們就是來驗他的車 到底會不會那個有超標問題 先來測一下原地噪音 噪音這個測試距離排氣管水平的高度 然後距離大概是50公分左右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 他原地噪音在測試的時候是幾分貝 你這台車他的馬力峰值是多少 6500 等一待會要測的話 就是一半嘛對不對 所以大概是 3250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他這樣測出來是多少 好這樣子3000嗎 好你拉到3500好了 好你看測出來是大概 75分貝 那你拉到4000 大概是78到80 5000轉是多少 82分貝左右 所以我們來看到的就是 你這台車其實是相當安靜的 都是70幾到80分貝 之間 而且我們剛剛已經超標了 拉到5000轉了 其實也才80分貝左右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測試一下 你這台車如果是在正常行駛的情況 我們測出來 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來開始 來他現在時速是50 多少 70 然後他現在要用60 他用60幾喔 多少 背光跑掉 剛才也是60幾 接近70 來跳下來時速是70 多少 77.4 好來看一下 時速80的話是多少 多少 77.7 我們剛剛發現 你用時速50 你的噪音大概66 66 你時速拉到60 70的時候 差不多是70上下 拉到時速80 你才有機會到 分貝到80喔 那我們來想試一下啦 你這台車到底要怎麼樣才會超標 你待會全油門過去 你就吹到底 看可以到多少 來試試看 多少 87.2 好 終於超標了對不對 對 你剛剛時速多少 93 94 93 94 你的噪音才會到87.2 你騎到那邊會拉到90幾嗎 不會 而且重點是 他附帶的照片也沒有你的時速 對 那我怎麼知道我當時是騎多少 現在就羅生門啊 我就只有一張照片 然後說 你照音超標 你就老實跟我講 你那邊騎 你大概是騎多少 560 因為那邊紅綠燈 才剛綠燈過去那一段 對啊 所以也快不起來 也快不起來 好啊 我們來去現場看到底是什麼樣好不好 我們來走 就是這邊各位看到前面這個地方 牛埔東路 570號附近 我們先來看這個環境好不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工業區耶 我覺得這個第一點非常非常荒謬的地方是 它是不是之前口口聲聲說 它抓這個 是要抓老鼻 你在工業區撤噪音 你到底有沒有搞錯啊 這個就是我當初在講的 就是這一套系統 它最大的問題就是 法治問題非常非常的混亂 授權給地方政府授權什麼 他說授權哪邊可以裝 民眾陳情熱點 民眾陳情熱點就是 環保署索勒帥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背景噪音平常是多少 67 69 70 你看喔隨隨便便一些車經過 它的噪音都差不多是 在60 70 附近上下 你看喔 80幾 80幾 這個地方是 車子很多的工業區 始動的時候這邊背景只有 66分貝怎麼可能 好啦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就是 它有另外一個很荒謬的地方 我們看照片是這樣子 你看一下它離這個牆邊多近 也就是說聲音會反彈 然後會加乘 然後我記得它有實施要點 是要1公尺還1.5公尺嗎 離牆邊1.5公尺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範圍夠嗎 然後更有趣的是 它是不是架設在 616號 616號 那616號是在前面那邊 前面那邊 可是我們實際看的話 這個現場應該是570號 所以它連架設在哪邊都 都寫錯了 好50 77.6 77.6 好來第二次它時速這次是70 多少 82.7 也才82.7啊 來剛剛我們做完了兩個測試了 可是我覺得這有兩個很詭異的 我們在安靜的地方測的時候 你其實時速70也才70幾 可是這邊測到82 所以我覺得這個環境差了十分貝 你跟我說你這樣的東西 你可以用來開閥 我個人是覺得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東西其實沒多高科技 它只不過就是一個麥克風 一個鏡頭 然後人工審驗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覺得最扯的是後續的糾跡 你問他 他怎麼講 他說你要申訴就去申訴 你要申訴就去申訴 講這什麼屁話 然後你拿了一個 就這麼明顯有問題的東西 這個就是 這根本就完全環保局說了算嘛 你這個東西救濟就是絕對有問題 你設計這樣的法規 我就說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您好 您好 喂您好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有收到一張 車輛噪音違規的一張通知書 可是我車子是全原廠耶 都沒改裝耶 沒有啊 因為我們只要拍當年車超過標準 那個我們就會激發了 那我要怎麼申訴 因為我覺得我車子不會超過這樣 沒有 因為我們只要第一拍到超過 我們都會充分 你可能速度太快都有可能 那你沒有顯示時數啊 時數我們不可能顯示 因為我們不是警察啊 那你們不顯示時數 那你們要怎麼證明說我時數超過 然後我分貝超過這樣 我們要針對分貝 我們不會針對時數啊 所以我沒辦法申訴嗎 還是 你可以申訴啊 你就寫在張紀念就好了 那我該怎麼寫 還有我要怎麼驗車去證明說我的分貝不會超過這樣 我們有叫你驗車嗎 所以不用驗車 所以看我公文有沒有通知你驗車 是沒有 所以我不用驗車 我就直接罰錢這樣子 嗯 所以我就直接罰錢 所以我原廠管超過不用驗車就是罰錢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那你們有辦法提供當時測的一些檔案還是數據嗎 就只有照片而已 對 所以你們就是任憑一張照片 然後就開單了這樣 我照片上面有數據啊 數據是有 所以你們標準是86 然後我86.7 而且你們那邊旁邊都是工廠 我們原有被驗車啊 那你們當時在執行的時候 你們有放什麼公告還是什麼的嗎 有啊 我前面有架設 我們有在執行啊 那有辦法提供那個的照片嗎 可以啊 我沒印象我有看到這樣 可以啊 我可以提供給你啊 你email給我 我再寄給你 我公文上面有email 哦 所以我用mail去問你們就對了 嗯 ok好那我再發這個mail去跟你們要有檔案 所以就是罰錢不用驗車 因為我原廠車這樣子 對 那 所以你們之後會再寄紅燈來還是怎麼樣 會啊 所以這個是我15天內回你們 然後看我回的方式 然後罰多少 沒有我們看你當時的數據是多少 罰多少 標準86 那我86.7 那是罰多少 沒有超過五分貝應該是1800 18 所以是超過五分貝才會是3600 五分貝應該是1800 所以超過0.1也是罰1800這樣 對 所以你們那邊沒有測得任何速度的數據就對了 我們只有做噪音的檢測而已 所以速度不管多少 只要噪音過了就是超過這樣 對 因為我們是依據環保守廳的規定後 我們所構成的設備 他並沒有要求我們要裝設那個時速的測量 好 那我知道了 我再發mail過去你們那邊好不好 嗯 ok 好那就先這樣了 好謝謝喔 拜拜 拜拜 你好 上禮拜 有發mail 就是說要 噪音 台詞排氣 噪音 噪音 你好 喂你好 就是 我有發mail去要 當時的 我那一台車的車輛紀錄的檔案 然後到現在還沒發 就是我還沒收到啦 對還沒收到回信這樣 你電話電話幫你查 幫你查詢一下再回電話給你好嗎 嗯 好 然後我想另外問一下就是 我查你們的一些相關的法規資料有說到 如果一張照片裡面有兩車同框是不開罰 對嗎 好的我會幫你詢問一下再回覆你 好也可以 嗯 好那再麻煩你了好不好 好謝謝喔 好拜拜 我們要就是當天的機查的資料 那他可能這幾天要回覆 他一定要這樣排休 喔所以那個機查員今天排休 對對對 但我們大概看了這個案件 好像這一批的話 你當時將會收到就是我們 會提交的公文 那為什麼會自銷 應該怎麼說 第一個機查書 他應該是執行 跟執行後 他要做一個 就是照應器的調整的動作 嗯 對 那因為那天可能一體有問題 接受的代品調整紀錄 整個整體的過程是不成立 是不成立的 那你們會提供當時的那些照片 給到我嗎 應該是會啦 OK 好好好謝謝謝謝 謝謝 OK好拜拜 新竹市的環境保護局您好 大家好 你好你好 就是 我有收到一張你們環保局寄來的 車輛噪音超標的 一張 陳述意見通知書 你要問情形就對了是不是 對對對對對 黃保局你好 喂你好 我昨天有打電話過去 因為昨天你們好像是說 就是你們那一天的 儀器設備檢測好像 檔案不見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然後就是說 那我現在後續要做一些 怎麼處理嗎還是 呃 給我你的偷牌號碼 好機車這個 我們發一份公文給你嘛 所以你這個案子 我們就幫你做取消 這件案子 你就不用理他了 所以你們這是什麼情況 我想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校正 校正的那個數據 就是沒有 沒有存到檔這樣子 所以這個案子就是取消 不過這個 第11條還是有的 那如果以後你被排到 還是會被罰錢的 嗯 對 因為現在新竹市都在推廣這種 聲音科技指法 你們這個是移動式偵測嗎 對不對 不是固定式的 移動式 我們是抓草不抓改 那你們怎麼會設置在工業區裡面 所以是有人在這邊 可是你 你超過那個範圍 超過那個聲音 還是會被拍照 那你們有什麼標準去設置 還是就是隨機 這個是隨地的 隨地 隨時隨地 就是不同地方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 在每條街都裝嘛 對不對 就是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白天也會 晚上也會 比如說你該路段 你就只能60 60 那你如果 吹油門吹太大分 那不就是 你們的儀器 並沒有測時數嘛 對吧 就是你們就是給一個分貝值 然後就是 不管速度啊 如果我今天 就是騎40 然後一樣 被你們測到潮標 不會啊 一騎40 你40 你不可能吹油門就很高啊 那我的案件就是 比較奇怪啊 雖然說是你們的儀器 效證檔案丟失了 可是你們當下也不會覺得這個數字是有問題的嗎 所以你們是人工審核還是 我們會先用會做審核過 那所以你們是回去才發現你們的儀器沒有校證檔案 可是你們信已經發了 懂嗎 這個流程是不是有點問題的啊 所以我們就 就幫你做撤銷的動作了 就做撤銷的動作 可是你們應該是回去先檢查儀器有沒有校證 如果有問題 應該不會收到這封 通知書才對啊 嗯 那所以我就什麼事都不用做 就當作沒這件事發生就對了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這個案子就幫你做取消了 好 那我想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上網查有查到你們有說 兩框同車不開罰 對吧 對 可是我這張照片也是兩框同車欸 你呢 那個是不同向道啊 我們是要同向道啊 同車到的話 兩框同車才不開罰 所以不同向道 對啊 我們不管那一邊啊 你們不管 就是你們只管單向就對了 那如果對向車是暴改車 引擎很大聲 有按喇叭怎麼辦 他會有背景處理 會幫你背景那個 那個 取消掉 嗯 還是覺得很多問題欸 好 那就先這樣子 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去 再額外做一些類似像 申訴的動作 你要做什麼申訴 你們這一套系統 我覺得是有點問題 這樣子 不是我們有爭過認證的系統 可是認證你們卻開出了這種 烏龍罰灘不是嗎 那個是我們的校正的紀錄 未存到檔 所以 因為未存到檔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那是我這一天 所有車輛都取消 還是我這台車取消 你那一天 你那一場 全部的人都取消 都取消 可以啊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平凡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